据报道 港姐冠军陈法荣近日接受了采访 身价不菲 未婚无儿女的她 自曝已经立下遗嘱 陈法荣时隔多年重返TVB拍摄剧集《一五清城》 已经56岁的她 无论皮肤还是身材都保养得宜 与一众年轻女心同况一点不输 加上角色性格重情重义 让她得到了不少观众的好评 谈到拍戏经历 她说多年前在内地拍剧 期间经常呕吐 后来才发现自己患上了胃酸倒流 从此之后减少拍戏 并让经纪人为她多接广告 商演以及平台活动 这次回TVB拍戏 她的胃病复发了 很是难受 夏天时还中暑了 所幸她的付出收获了回报 除了工作 陈法荣还谈到了自己的感情生活 入行多年的她 谈过很多次恋爱 对方有才子倪振 演员杨俊逸 富豪许靖亨 以及朱明 遗憾的是 这些恋情全部都失败收场 她至今仍是单身 其中 她与富商朱明的一段情 争议最大 当年 两人总是出双路队 大秀温爱 外界都以为 她一定能嫁入豪门 怎料 项链一年 两人便传出分手 最离土的是 朱明被曝是假富豪 陈法荣可谓人才两师 虽然情怒很是坎坷 但陈法荣仍渴望爱情 提到前任们 她坦言不想说爱过男人们的坏话 她认为两个人不能在一起 不能说谁对谁错 只是各自有不好的地方 主要还是时机问题 她承认自己是恋爱脑 且多年都没有改变 仍相信海枯石烂的爱情 朋友却总是调侃她 一派脱就失去自我 陈法荣强调 自己仍想派脱 但不会太心急 也绝对不会随着年龄 而降低择偶标准 她过去多次悔婚 问到是否后悔 她坚称没有后悔 她还提到 由于没有孩子 她在很多年前 已立下遗嘱 问到为何那么早立遗嘱 陈法荣说主要是妈妈 及好友罗慧娟启发 两人都是很年轻就去世 罗慧娟去世前 在笔记本写下自己的身后事安排 妈妈则急匆匆找律师去医院 因此她跟爸爸早就立好遗嘱 陈法荣最后还分享了 自己现在追求的生活方式 她说有两个妹妹 且已经结婚了 如今她负责照顾爸爸 她希望爸爸身体健康 能陪她久一点 关于陈法荣 在二十世纪的香港 流传着这样一句话 最能代表香港的 不是尖沙嘴的钟楼 不是太平山的老衬亭 不是海洋公园 也不是大富豪叶总会 而是香港小姐陈法荣 在一众长发红唇的选手中 短发的陈法荣 就像是一股清流 她的五官并不算中性 所以和中性的发型碰撞后 乍一看阴气十足 细看又不是我见游莲的经验 这在历届的港姐赛场 独一份 不出所料 独一无二的 她成功拿下了那一届的冠军 比赛参加了 冠军也拿了 她已经觉得死而无憾了 没想到闹了一场乌龙 她的检查结果出来了 是良性 这大概就是走该走的路 老天爷都会帮你吧 比赛结束后 她顺利签约提利比 紧接着被派为代表 参加环球小姐进选 但是这一次 她好像没什么野心了 不想夺冠 一心只想快点被淘汰 大家都没闷 这太不像她的作风了 一问才知道 当时有部戏找到她 搭档的演员 正是她的偶像刘德华 如果夺冠 她可能会凑过这个机会 后来的故事 我们都知道了 她开开心心地落了选 回去和偶像拍戏了 1990年 她参演了王金指导的电影 量足100分 顺利进军影视圈 这部影片评价一般 但被王金挑中的女人 都是个顶格的角色 同年 她搭档刘德华 拍摄了赌侠 和偶像搭戏 陈法荣一点都不怯场 一头短发 高贵冷艳 气场强大 像一朵艳光四射的红玫瑰 将撒气和妩媚演绎到极致 尤其是和刘德华倒酒的片段 至今都是很多人心目中的经典 如此高的起点 让陈法荣接下来的几年里 事业顺风顺水 佳作平出 她是巨人里的红指情 美得一点也不艳俗 她是小宝与康熙中的龙 成为无数人人心中 最喜爱的角色 她是水月洞天中的隐天雪 不知道赚走了多少人的眼泪 一年拍个四五部戏都是少的 甚至还有一年 她连拍八部戏 睡觉都只能抽时间 由于不规律的作息 不健康的饮食和辛苦的工作 她身体的各项指标亮起了红灯 她患上了很严重的胃病 在拍戏途中经常控制不住的呕吐 考虑再三 她开始减少工作 之后 陈法荣很少演戏 但她身上那种帅与美的巧妙融合 无论是在香港还是内地 都是不可复制的存在 有人可能也发现了 说起短发美女 陈法荣是妥妥的标志性人物 但在影视圈闯荡多年 也只落的这一个美誉 连个像样的奖都没拿过 是她演技不行吗 明明得到过很多导演赞赏 显然并不是 是她不够努力吗 一部部作品在那摆着呢 也不是 其实就是扰心的事情太多了 大概是因为缺爱的童年 让陈法荣踏进娱乐圈后 特别想找一个能依靠的肩膀 当时光鲜亮丽的港姐 自是追求者众多 陈法荣也不例外 其中就有她的第一任男友倪震 倪震是出了名的风流才子 才华过人的她 追起女孩子有一套 倪震看到陈法荣主演的电视剧 心生爱慕 便对她展开了猛烈的追求 可另一边知道倪震又恋爱了 前女友周慧敏认为 自己与倪震只是吵架 并没有分手 于是对媒体公开表示 自己被挖墙脚了 倪震为了稳住 好不容易追到手的陈法荣 就坚定地说 自己跟她已经分手了 要相信她 陈法荣信了 她为了她 可以不在乎流言蜚语 她不喜欢她工作太忙 她就为了她推掉了不少戏 可最后 只换来了两人两年 说不清道不明的缠绵 倪震转身就娶了周慧敏 陈法荣一边承受着 被爱情背叛的痛 一边被各大新闻 戴上了第三者的帽子 她只能让自己忙起来 才能不想那么多 开始疯狂拍戏 但是好景不长 她又一次尝到了爱情的苦 不久后 媒体派到陈法荣和香港富豪 许静亨 在舞厅热舞 新恋情曝光 两人大方承认 像普通小情侣一样 很是甜蜜 交往不久 许静亨就带陈法荣见了父母 父母也对这个 有内涵的漂亮女孩 甚是满意 就在所有人都觉得 两人好事将近的时候 陈法荣却发现 她在跟自己恋爱的同时 爱和就爱聊得火热 于是果断跟她断了联系 丢下一句 三个人太拖太急了 再后来 她终于遇见了一个 真的爱她的男人 在拍摄《水月洞天》时 她和杨俊亦相识 当时杨俊亦没有钱 也不出名 只有一颗特别爱陈法荣的心 陈法荣喜欢吃芒果 她就带着一袋子芒果 在楼下等她 每逢各种节日 两人相隔两地 她一定会坐着经济舱 给她个惊喜 她经历了两次失败的感情 她就套出三倍的体贴 来填补她受过伤的心 相恋四年 两个人都努力爱过 但终究还是没能有什么结果 感情这件事 就连当事人可能都不清楚 为什么相爱的两个人 走着走着就散了 虽然没能走到一起 但在陈法荣心里 这段感情是她最放不下的 大概正是因为过程太美好了 不过爱情的好运 似乎没能在她身上延续 2007年 由香港游王之称的朱铭 对陈法荣展开追求 两人第一次见面 她就送给她一个昂贵的包包 接下来送的礼物 都是成套的搭配好的昂贵衣服 朱铭长得不算帅 但陈法荣还是跟她在一起了 当时就有媒体说 这么多年的坎坷情路 陈法荣不过是想嫁入豪门罢了 可实际是怎样呢 陈法荣不缺钱 她不过是因这个男人 对自己上心而感动了 两人见了家长 她把自己的财产也交给她打理 却没想到在结婚前 朱铭消失了 一起消失的 还有自己放在她那的2.8亿元 后来陈法荣才知道 原来这个男人 从接近她的那一刻起 就是有预谋的 金融危机让朱铭欠了一屁股债 为了还钱 她就四处装富豪骗女明星 朱铭这一消失 不仅让陈法荣丢了人又没了钱 还面对一堆烂摊子 债主们找不到他人 就问陈法荣要钱 三番五次的花边新闻 让陈法荣彻底成了一些媒体的笑柄 那段时间 陈法荣甚至想要自杀结束生命 从那之后 陈法荣索心不再爱 有人骂她糊涂 把心放在事业上 就不会有那么多事 但是我们谁都不是她 没有经历过她的人生 又怎么有资格叫她做人 说她活该 近些年陈法荣的照片 不是与好友聚会 就是和爸爸的日常 只不过不管发什么 下面的评论总有人催婚 明明他们自己 都还没把这一辈子活透彻 却热衷于 以过来人的身份说教 早点嫁了吧 一个人老了就后悔了 对此 陈法荣发了一条动态 别催婚 过自己喜欢的生活 怎么快乐怎么过 虽然没有男人 但是她住着自己买的豪宅 自由快乐 虽然没有婚姻 但也经常带着父亲一起去旅行 走遍全国各地 她想要的生活 自己也能给自己 所以 没有结婚 真的有什么关系吗 难道 56岁还没有结婚 真的可怜 陈法荣的56岁 美得像26岁一样 又是多少人羡慕不来的呢 就像她说的 比孤独更孤独的 是和错的人在一起 她比谁都明白 对的人 遇到了必然是最好 弱势还没遇到 操之过急 只会又一次害了自己 不婚不遇不是什么大逆不道 凑合大伙过日子 也不一定是什么对的选择 她结婚了 我们送去祝福 她坚持单身 为自己定义幸福 也同样令人佩服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